稅條例已經通過 現在六度裡面剩下新北市還沒有通過 村房稅是屬於地方稅 那假如是跨區的這個 來開增村房的我們支持 這次規劃的房屋稅差別稅2.0方案 還是針對非自助的住家用房屋 那非自助住家用房屋 我們現在規戶的方式 將會從縣市規戶改為所謂全國規戶 簡單舉個例子 假設你在一個縣市有兩戶 有10個縣市就20戶 以前是在每個縣市都用兩戶的稅率 以後會用20戶來決定 你應該適用的稅率 第二個法定稅率空間範圍 從下限1.5% 我們提高到2% 上限從3.6% 提高到4.8% 大概都往上調1.3左右 另外會避免外界所講的商極無辜 所以我們特別去規定了一些排除 是用比較高稅率範圍的一些特定房屋 包含自住的單一稅率 自住房屋現在三戶以下 本來是用1.2% 如果是全國單一自住的話 我們排除所謂的豪宅 這豪宅的標準由各縣市自己來訂定 我們就讓他稅率從1.2%降到1% 大概減稅6分之一左右 另外如果針對非自住的部分 為了鼓勵大家去出租 所以如果你是出租 而且達到生貿所得達到租金標準的話 我們把法定稅率空間的範圍 剛才說的要提高到2%到4.8%的 我們讓他反而下降 也就是他下限還是維持1.5% 而上限是2.4% 大概只有1.2% 至於繼承取得的共有房屋 有很多時候是非自願性的囤房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讓他稅率跟出租一樣 也是使用1.5%到2.4% 林建坦執政了7年 黑金低薪高房價 從來沒有打房 就像打炸一樣 都在打假的 在這個時候推出來 賴主席也自己說過一句話 房價在漲 這不是瞎話嗎 這條例已經通過 現在六都裡面 剩下新北市還沒有通過 囤房稅是屬於地方稅 那假如是跨區的 這個來開徵囤房 這個我們支持 我覺得定義要定義得很清楚 那所謂囤房 囤房的定義是什麼 我們希望行政院 能夠有一些清楚的說明 一邊有一個有關 等一下 我們通過 我們有很多人 我們可以別人 我們有空